近日肯杨马丁在社交媒体上调侃林书豪的发型,引起了众人热议,因为其中涉及到了种族这个敏感话题。 对于马丁的言论,林书豪回应得非常友好,表示各种文化间需要彼此欣赏,曾在墙上贴着马丁的海报。 而随后马丁也意识到了言语不当,主动道歉,称自己只想与林开德玩笑,并不涉及种族歧视。 虽然林书豪从小就在美国长大,接受了全部西方教育,并在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深造,篮球理念等一切都与美国本土球员没有不同。 但由于黄种人的肤色,他身上依旧流淌着华裔的血液,而在美国种族歧视非常严重。 本篇我们就来聊聊作为黄种人,林书豪有没有受到过种族歧视? 有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,尽管美国原令禁止种族歧视,尽管有众多黑人做出了杰出的成就,尽管在NBA黑人有着得天独厚的身体优势。 但林子大了,什么鸟都有,就像钱块船队老板斯特林,就因种族歧视言论被强制售卖球队,并被处以历史最重的250万美元的罚款。 还有老英队的大股东也是如此,虽然NBA黑人占据了大半江山,并且在联盟中叱咤风云,大黄种人却非常稀有,受到各种冷嘲热讽也在所难免。 就像所谓的圈子文化,大把的留学生也曾饱受如此苦恼,林书豪也曾透露过,他去课场打比赛时,经常会遭受各种歧视性言论,但成长总会经历风霜雨雪,只能去努力,让自己变得更好。 想当初姚明也曾无比艰辛,贵位状元的他,起初受到了各种质疑嘲笑,最著名的大嘴巴克利,讽刺场均3.3分的姚明,若能得到20分。 后来姚明实力打脸,表现得越来越好,让巴克利亲吻驴屁股的照片,成为了实力打脸的最好写照,而姚明对线天赋,成为了史籍球星,进入名人堂,球衣退役,职业生涯大获成功。 休赛西丁雅宇航也参加了NBA夏季联赛,小丁状态出色特点鲜明,之后就受到了小牛队的流队邀请,但小丁决断时机不成熟,拒绝了小牛队的邀请,努力强大自己后再去。 小丁表示,那里的人带人不是很友好,由此可见,美国并不像天堂般美好,他们只尊重强者,只有强者才会得到尊重。 虽然体测时林书豪的速度媲美状元朗莫尔,依旧无人问津落选,但林书豪通过努力,抓住了一丝机会,在纽约上演林疯狂震惊世界,科比也被他折服,而上赛季重建遥遥无期的篮网队,林书豪一度成为了球队核心,带领球队艰难前进,堪当大任,赢得了尊重。 不管什么人种,都先应该用实力证明自己,当自己强大了,别人就不敢轻视你,在NBA是这样,在生活,工作中也是这样,有一位中国人周琦进入了NBA火箭队,我们期待他能够证明自己,变得强大,文文球球迷惠。 感谢观看